增添趴走 -斜振 -完之物 -丑 我跟妳講啦 其實這個東西是這樣 這個我分兩個層面來說 好吧 既然很多都貼給我要講 我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前我是不是也賣過 現況交車 我之前M3那個事件 你知道為什麼那個車我跟你講 這次的IMPRESA也是一樣 像這一種叫做這個 MU車文車跟武車這個叫做武車 有沒有之前M3的那個事就是這樣 就是這一種買回去都會PAY的啦 IMPRESA啦 還是手牌車啦 會來買這種車你回去他會開50開80 載小朋友嗎 我跟你講不會 給你開兩三百有沒有可能 我跟你講有 所以有時候這很尷尬 我今天不是說車子不敢給你保固 你今天來小市那邊隨便買一台車啦 你回去檔檔斷油啦 檔檔超轉啦 車能開多快就開多快啦 還是你開去他媽越野啦 回來說要保固 大家覺得合理嗎 你車子的正常使用 台灣最快能讓你開了不起就110而已 我們站兩個層面你站在車商的角度 我今天給你保固也不對 你如果配配的 你塞起來 放煙印 IMPRESA那一代 壞變速箱崩掉 還是 替豆充飢 爆引擎 有沒有可能都有可能 年紀那麼久了 我一台車我想要賣30萬然後給你保固 我又被人家說黑心 一台車 這麼久了還要賣30萬 那我要賣便宜一點 我賣20萬不保固 完了你看現在出問題回來找我說我黑了 所以其實這個就 有點尷尬 那 M3的事件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你這台車 M3這台車也老車吧 2001年的 也是20年的車 我能賣你多少 100還200 那台車我記得我買回來 好像就80了 反正 M3也沒賺幾萬塊啦 我要給你保固 所以很尷尬 所以我就賣現況交車 就是你要對車這個有一定的認知 或者是你 你有這個打算說我想要收藏這一台車 然後我回去我會好好的照顧他 我會先去我的修理場 熟識的 檢查一下各方各面檢查完我才會去開 那很簡單我賣你夠便宜嘛 就像同行之間的買賣 同行之間的買賣 也沒有在保固的啊 比如說我今天有一台車同行來跟我買 我可以賣很便宜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其實車商就是這樣嘛 第一個車回來我沒有花太多時間去 頂起來檢查 東檢查西檢查 我也沒有整理 然後我也這個 賣出去呢 我也沒有售後服務 我就盡量賣你最便宜 我能接受最便宜的 回去 你自己處理 車子的利潤都來自於哪裡 就是整理的錢啊 服務費啊 花時間的錢 然後再來一個 我就是懶得花太多時間在這台車上面 但是我過一個手 我有賺錢 對我有賺錢 但我賺的是什麼錢 賺的錢就是我買得到M3你買不到 就這麼簡單 我能用八十幾萬買到M3你可能買不到 我八十幾萬可以買到這樣子車礦 沒賺過的M3 但是你可能買不到 我賺的就是這個而已啊 我就是賺過手的錢而已啊 所以我還是得賺啊 你還是得讓我賺啊 我賣給你幹嘛 你不給我賺錢我賣你幹嘛 有說沒想打破要賣的就是這種的 我賣你沒賺錢 結果回去你出問題你還是回來找我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現況交車這四個字 只是說後來這現況交車 他可能會被拿來濫用 就是用來規避某一些責任 所以他 這四個字會被寫在合約上 但是事實上現況交車這四個字 本來就是存在的 我們講好了就是你自己回去整理 我不會花任何時間在這台車身上 我也不會提供你服務 因為服務是要費用的 要賺錢的 鬼娃賺錢 理程有出入雖然告知有法律責任嗎 我覺得沒有啊 我就已經告訴你理程有出入不準了 我也寫在合約上說我賣你的時候 我有跟你講理程就是不準 有什麼好那個 我們已經做生意做到說清清楚楚都告訴你 我現在講的 我不是要講impressor說一定是消費者不對 或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因為我們不清楚那個事情的 原委跟內容 他們合約內容我不知道 反正我認為現況交車這四個字 這個講了很多次 其實就是這樣 那站在消費者的立場會覺得說 我以為的現況交車是 就車這樣給我 我以為的現況交車是 你外面有一些插傷 然後車子 現況交車你車總要可以開吧 對不對 車主可能會這樣覺得 所以站在消費者的立場 或站在車上的立場 其實都有自己的話可以說 建民哥 我跟你講建民哥 要支持一下 從我們你看現在300多個人 從我們30幾個人的時候 建民哥都 上來這個 支持我們的直播 所以這個現在建民哥這個付出要好好的 努力奮鬥 麻煩大家 去加一下建民哥的粉專 那有機會跟他捧場一下 我們能幫建民哥就只有這樣而已 如果說 你也不想花錢在建民哥身上 那就多幫建民哥分享 建民哥現在是要去哪個粉專 還是 直接就追蹤建民哥的帳號還是怎麼樣 建民哥 沒有去跟他分享一下 也好 我認真講啦 因為我們這個常看新聞 之前看了很多建民哥的新聞 我自己是很清楚建民哥的為人 就是一個非常客氣對 後輩非常好的一個哥哥 也不會看我們以前不紅 然後就不理我們 以前我們不紅建民哥也都會來 參加我的直播啊 什麼你去看我youtube 老一點舊一點的直播都還有建民哥會來 上我們的 直播 所以我的人 我覺得很感恩 你們沒有要打算花錢 幫建民哥按個讚分享一下 我覺得 這樣我也會比較好過 因為我幫不上他什麼忙 大家就去 打打氣也好嘛 對不對 去衝衝人氣 打打氣 現在建民哥他在自己的帳號有開直播賣東西 我就是盡量 捧場起來 好不好辛苦啦辛苦啦 也沒有躲起來 也沒有跑掉 對不對 出來面對事情 把事情解決掉 加油加油加油 拜託 這個再拜託大家 這個直播要幫我留著喔 精華幫我留著不能剪掉喔 好不好 之前我們連續 兩年的烤肉建民哥都有來 參加 再怎麼忙他都來參加 真的啦 小師還默默無聞的時候他就來了 雖然現在有好一點點 也不是說很紅啦 現在好一點點 很感念 他以前的幫忙 繼續講現況交車啦 反正喔 很簡單現況交車就是 我們不想要花 時間 精神在這台車上面 這台車本來就不是我專門的車 或許他很老了 或許他是一台改裝車 跑車 覺得這個車風險很高 我既然買回來也不貴 車子結構也是好的 那我想轉個手 賺點錢 我就賺個這個工錢 就這樣 所以就有現況交車 好不好 不然就保固嘛 保固五年三百公尺 先到為準 好 以後來跟小師哥買車 一律都是五年保固啦 五年三百公尺保固 好不好 後面小字 先到為準 有沒有看那個科P去追公車嘛 公車廣告 我們以後 公車廣告 捷運各大站 你看到小師汽車的廣告 一律都打 五年保固 好不好 小師汽車購買二手車 業界最高 五年保固 下面白字小小的 或三百公尺 先到為準 所以有時候 我一直到現在 我還有現況車 我舉個例好了啦 我的那個 SL55 有沒有 阿呆派 呆董今天來開的是SL55 3456CC 你來幫我CC 有沒有 呆董寫Rap那個啊 那一台啦 我的成本 差不多五十五萬 我賣價 五十五萬八千 我也是寫現況啊 為什麼我賣現況 啊我就沒賺錢 啊我還給你報告 我為什麼不留著 有空借我阿嬤開 我就拿一塊錢 錢的腳踏來領啊 那個車要不要養 一定要養啦 你買一台M3 買一台SL55 你都不養 你沒有打算要養的那個心態嗎 買回去都不用照顧 跟Toyota一樣好開 跟Vios一樣省油 零件跟Vios一樣便宜 妥善率跟Vios一樣 看那誰要開Vios 大家都開SL55了 認真講 SL55 AMG 妥善率跟Toyota一樣 零件跟Toyota一樣 油耗跟Toyota一樣 誰要買Vios 誰要買Toyota 我是不要啦 我也想買一台回來開看看 我是這樣覺得 真的要溝通啦 我們常常會用比較軟性的方式去 勸消費者說 這個車 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樣 其實我們賣二手車 有一個很大部分的時間 是在 了解彼此的認知 有時候往往消費者認知 跟 事實上是不一樣 真的啦 很多消費者來會以為 跟小獅買 車一定是100% 沒問題 我最怕用這種心態來 他覺得跟小獅買花30萬 可以買到新車的水準 然後超越新車的服務 有很多這樣的客戶 那當然我能夠 我能夠理解 就是客戶當然覺得要 CP值越高越好 這個很合理 只是說我們要有一個 溝通的過程 其實不是你想的 好像小獅很有名 所以跟小獅買的車都不會壞 花30萬就可以享受到新車的水準 然後服務還超越原廠 保固超越原廠 我覺得如果你是 抱著這樣的認知來 那個 我們可能 認知上面會有點落差 我只能說你花30萬 讓你得到 相對30萬 這個緊繃的CP值 但是不可能超過啦 我哪很厲害 30萬的車經過我的 巧手整理 妙手回春 對不對 每個都有80萬的水準 當汽車製造場就好了 跟小獅買 何必買新車 經過小獅的妙手回春之後呢 30萬的車 都有80萬的水準 但是這個 IMPRESA事件 我不能說 消費者是錯的 我覺得應該是 彼此之間的溝通 跟認知上面的誤差 那我認為 沒有一件事情絕對不會有完全的對 或完全的錯 剛剛有人問引擎啦 來我的V8引擎 有沒有 來按一下 發動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氣缸會動 V8引擎 還有トラック 這很貴 裡面還有皮帶 正式皮帶 有沒有 然後它氣門 上面的氣門 一樣會頂 帥喔 這一組好像一兩萬 這是模型啦 我去那個亞馬遜買的 Armaron 你知道嗎 這一組 在亞馬遜賣500多美金 你知道它成本價多少嗎 雖然我不是數學家 但這聽起來很棒對吧 哈哈哈哈 我是 員工組的 因為我真的沒空組 我之前我自己有組過一隻 金屬的機器人 那那個機器人組好之後 它會 生控 然後它會在地上走來走去 然後也是類似這一種 就是它組好是可以動的模型 這我總共有買兩個 我記得我另外一個是買不同廠牌的 蠻大組的 詳細是幾比幾 我不知道 不過跟我頭差不多大 買來 放水的 我就很喜歡買這種東西 上次我不是還有一個那個 野馬的那個收音機什麼 我另外一組好像是直六 好像是喔 好像是直六 還是直四 我忘了 里程停止器 里程停止器我講過蠻多次的 就是它上面其實我記得也有講 就是它是給你車主看到爽的 包含現在的雙B 很多進口車 所有車上有晶片的地方 車身的電腦 行車電腦 變速箱電腦 鑰匙晶片 甚至有的連頭燈的晶片 全部都有記載你這台車的里程 所以它只有擋到螢幕的部分而已 基本上一測 經過電腦一插就知道跑多少 再換一個角度來看 你如果用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不要說自售 車我們車行我也不會去用 為什麼 我為了要多賣幾萬塊 用里程停止器 然後我把車賣給你 我被告詐欺 刑事刑法 划算嗎 不划算吧 不要說車行不划算 你們也不划算 你為了一台車 你要多賣3萬多賣5萬多賣8萬 你去買一個時間停止器 不是時間 其實時間停止器是這樣 這叫你時間停止器 你去買一個里程停止器 你自售賣別人 然後你被人家告詐欺 沒事背了一條刑案 正常人 賣賣吧 應該賣賣吧 好啦剛剛講那個 反正現況交測就是這樣 其實沒有什麼對不對 只是說 我跟你講法律是這樣 法條就放在那邊 那現況交測四個字放在那邊 那看你怎麼用 你是把它拿來這個 騙人用 還是拿來保護自己用 那有時候你保護了自己 就等於這個 傷害消費者 也有可能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我講了 認知 大家認知溝通好 比較重要 真的 你看喔 我常在跟員工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 連合約寫好都可以翻供 都可以翻供 都可以 不遵守 那更何況只有口頭說 手牌往後會更保值嗎 我覺得會 現在已經蠻保值 現在很多的手牌車款全部漲價 你包含 我店裡面的WRX 你包含86BRZ的手牌 包含野馬如果有手牌的 B&W 1系列 2系列 M系列 有手牌的 你現在去網路上看 全部都只有漲價 絕對不會落價 我是覺得是這樣啦 你看現在 其實有很多經典車款都 價錢都 蠻不錯的 上個禮拜才跟大家分享 有那麼多手牌車 我還是收著好了 現在跑車也漲啦 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過 現在86啦 野馬那種雙門的車都漲價 比如說這個叫MX5啊 那個叫Funk Car 是不是 是Funk Car吧 都漲價 你看現在這種肺炎有沒有 股票這樣打仗 我跟你講肺炎加上打仗的這個 效益啊 最嚴重 他讓 很多人都改變心態 改變想法 想說 哪一天要死都不知道 哪一天要打仗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有錢當花值需花 末代 無錢美德花 所以我覺得現代人真的越來越有這種想法 我們這邊 公司旁邊是不是可以看得到 環東街 國道5號 只要塞車我們都看得到 我跟你講 每逢 五六日 必塞 必排隊 上禮拜五 從中午開始排隊 排到晚上9點鐘 我下班還在排 沒有漏氣 你看那有多少車 是 往東部去了 你說這些人很有錢嗎 未必 你說這些人很閒嗎 未必 可是他們把握 時間 把握機會 把握 美好的時光 你從 消費習慣都看得出來 餐廳啊 你說現在餐廳 我跟你講 你說餐廳生意很差 我告訴你 你試著去打 比較知名的餐廳 不用便宜的 你打中高價位的 你打去訂看看 你訂不訂得到 六日就好了 然後 再加上我說的 一些高級車 保時捷 雙逼 你看YouTube有沒有 那麼多YouTube 都塞好車 不是進口車 就Porsche 大家都那麼好嗎 我覺得不是 你說大家的薪水變高嗎 我覺得不是 是大家 錢守不住了 我跟你講 不是大家錢變多了 大家錢都沒有變多 把握 當下的美好 開了就對了 所以你現在豪車 跑車 方卡 手排車 全部都漲為什麼 還有手錶的漲價 我跟你講手錶全部都漲價 這是奢侈性的消費品 為什麼會漲價 方卡 跑車手排車 算不算奢侈的消費品 算 出去玩高檔餐廳 算不算 奢侈的 花費算 你要處理算 你去美術館 帶小孩去美術館 走走也是算 也是躺親 也是放電 為什麼一定要處理露營 為什麼一定要處理大飯店 為什麼墾丁水洩不通 我家 下面七號公園 小朋友也可以放電放得很開心 為什麼一定要去東部 為什麼一定要去哪裡 南部 為什麼 所以當這種 這種 奢侈性消費提升的時候 代表 不是 我還是講 不是薪水變多 而是 大家不言了 我是這樣理解的 不一定準確 我都跟柯P講說 因為他小孩子多 我說你要不要換大間一點的房子 他說不要 房子夠住就好 因為柯P想換車 想換好一點的車 我說不要浪費的錢 去買房子 小朋友那麼多 買大間一點 他說不知道 家裡有得住就好了 車子他怕以後沒機會開到 以前柯P多節儉你知道嗎 柯P賺的錢都是拿回家的 現在也會想說 我有生之年 我當然也要開一下好車 不然我不知道 能活到什麼時候 我最近在那個論壇看到一個 很好笑 有人說為什麼 一定結婚 或是生小孩 就一定要修旅車 其實這個疑問 我從以前就一直存在 小時候 我爸爸開 二代喜美 我有個妹妹嘛 一男一女加爸爸媽媽四個人 也是弄到我們國小 國小以後換什麼 換那個 歐寶 歐寶1600的 Credit 也是一樣 一路開開到國中 國中以後又換 A秀 A秀就開開開開 我們也長大成人 老婆覺得老公開修旅車 比較像是顧家好男人 本來人跟人都是互相尊重的 當假面夫妻 我以前曾經在我們那個 家裡的停車場 我真的看過 一個男的回家以後 他車停在停車位 他不下車 你就看他坐在那邊吹冷氣 他不回家 你不要看很多啦 我講的絕對不是一個兩個啦 家裡應該是一個避風港 回去休息放鬆的地方 那如果有一天 你的家庭變成了一個 你下班不想回去的地方 那你必須 要想辦法改變這個現狀 不管你溝通啊 或是怎麼樣 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如果沒有辦法溝通 那我覺得你也不用再撐了 我覺得我在跟我老婆相處也是啊 我如果覺得這個部分我不解決 我過不下去 我就要想辦法跟他溝通啊 要不然我覺得 我過不下去啊 我覺得我很在意這個 你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沒有辦法 對不對 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這不管是在家帶小孩的呀 老公老婆都 雙方可能都是很辛苦 所以這個東西是互相的喔 我今天不是說喔 是男人 所以男人很累 回家不要再 落地巴說 不是 大家都很累 所以大家都互相體諒 或是大家都需要自己的空間 或是 你們要去溝通一個方式出來 那你如果不去溝通 反而會會流流流走 好啦 大晚安啊 オッペンタンですか! 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オッペンタンですか! ブロードン 白年翁系刹車本台 dar 替您信賴 大家晚安